你好,我是Lily,今天是2021年的5月23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中共核心家族在斜迦带口的往美国、欧洲、日本跑 说是整个中国官场要大地震 在美国时间的5月22日 郭先生做了个盖特小视频 在小视频当中,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Fox的Tucker对闫丽梦博士的采访 再一次震撼世界 在美国和世界的新闻媒体中 男的就是Tucker,女的就是Opera 他俩是世界上新闻媒体主持人中最牛的 新闻点评里最牛的、最厉害的就是Tucker 昨天Tucker说会给闫丽梦博士美国总统勋章 若闫博士在乎这个勋章 他就不是我们的科学家了 闫丽梦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二,在昨天Tucker采访完闫博士之后 美国的很多朋友都在帮助科学家在全世界推广 沼泽地的主人,也是Fox老板都害怕的人 问郭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先生说,科学家就是天使 他就是想让世界知道真相,减少死亡 如果他在乎荣誉,他早就被击垮了 总统勋章,诺贝尔奖都是不配他的 等到新冠病毒真相大白之日 会有更大的奖励在等着闫博士 三,从昨天到现在,大家看到国内的即深圳的楼镇 现在又出现了乔镇,还出现了梁镇 还出现了银行的金融镇 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刘鹤,曾庆红,王岐山,这都没用 大家要看到中共的军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一个人说了算,就是许其量 许其量的下面就是海军 海军统治全国的军队 军队也已经开始了残酷的斗争 军队的斗争涉及到军费,涉及到贪污军费 涉及到大额的军费订单 也是一道枪把子指挥谁的问题 中国军队从来没想着去打别人 中国军队主要是对付中国自己人的 四,最近欧中协议被干掉了 日中之间货币互换,日中协议也灭了 印度和中国搞的和平走廊拉倒了 中巴之间的巴铁也不铁了 现在中共利用俄罗斯 俄罗斯跟他打太极 见招拆招,见招还招 俄罗斯就是拿钱来 五,在中东最铁的关系 这几个国家现在也已经全部炸裂了 原因是有人看不了习近平的 这几年最大的外交功劳 就是中东 现在党内很多人不想让他搞好 就把中共与中东几个国家的关系搞砸了 中东几个中共最铁的哥们 现在都变成了敌人 六,郭先生的楼上来了一家人 郭先生说,他就不多说 不透露是谁了 反正现在中共核心的那几个人的家人 都在跑往美国,欧洲 美欧去不了,就去日本 斜家带口的跑 他们说,是整个中国观察要大地震 七,严林梦昨天接受Fox的TAC采访 背后是世界上多少勇敢正义的人在推动 他的每一次采访都是Fox上层和背后的老板 和他的老板的管理层一次又一次的较量的结果 包括和美国政府的较量 这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的已毒灭供 真的是像被点燃的干柴一样 在全世界燃烧 没有人可以阻止已毒灭供 郭先生在盖特小视频中提到的 Fox Tucker在昨天采访了严利梦博士 下面就看看严博士在TAC的采访中都说了些什么 TAC又是怎么评论这事的 一,TAC首先说 我不得不说 现在很多人都验证了 证实了严博士说的是正确的 二,严博士说 现在我看到了更多人 认为这个病毒不是来源于自然 而是通过实验室功能增强实验的产物 并且NIH用美国纳税人的钱 资助了部分这种研究活动的展开 而这种活动背后就是CCP以及中共军方 三,TAC说去年9月15日 严博士参与了他的节目 而在那之前的2月份 中国的张永振教授也发表了论文 说同样的事 而直到现在NIH的福奇和其他人 还在否认这是事实 那福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严博士回答 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想让大家知道的事实 他们就想让病毒看上去来自于自然 中共动用了他们的影响力 开展了虚假信息宣传战 TAC评论 美国的科学家以及官员们 本来不应该撒谎的 但他们撒了谎 他们全部撒了谎 NIH否认了很多事情 四,严博士提到 有更多的东西秘密的隐藏在这个病毒里 也许这些危害不会立即显现 但病毒是有目的的被编辑来针对人类的 所以我们应该施压中共 让中共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怎样改造了病毒 然后TAC说 严博士应该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郭先生说的是对的 严博士就是天使 就是来拯救人类的 他根本不会在乎什么荣誉勋章 因为在严博士的上司 让他调查这个疫情怎么回事 在严博士把他的报告给他的上司看后 他的上司让他闭嘴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严博士就找到了他从未谋面的路德 告诉了路德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119那天路德说 疫情会大爆发 并且会人全人的由来 路德还爆料 他们还曾把一只打了病毒的小动物 交给严博士 就像当年SARS时 他们给港大袁国勇那只果子里一样 让袁国勇成为第一个在果子里身上 发现SARS病毒的人 其他的果子里都没有SARS病毒 之后养殖果子里的人 也再没有得过SARS 他们也想复制当年SARS事件 只是这次他们找的是严博士 若严博士同意 那严博士将来在冠状病毒领域的地位 就堪比袁国勇一言九点 名誉地位都会随之而来 但严博士拒绝了这一切 并且还把真相通过路德告诉了世人 之后他们又施压严博士的老公 给严博士下毒 甚至追杀严博士 在严博士到了美国后 他们又抓了严博士的母亲 从严博士娓娓道来 讲述他与他老公 在晚上做完实验后 为了省钱 不想打逼 就坐大巴回家 可以看出严博士的生活并不富裕 但是他就是为了心中的信念 为了全人类 就冒了那么大的风险 放弃了那么多 所以严博士就是天使 任何荣誉都配不上他 严博士除了参加 PAC的节目外 他还在5月22日参加了 印度Republic World的辩论节目 严博士一直在勇敢 坚毅地站在 已毒灭共的最前线 最后再说一下 其他方面的新闻 一 纽约州检察长在前天 决定对川普公司 进行刑事调查 追查是否犯罪 这明显是政治清算 因为川普的企业如有问题 在上次参选总统时 早被民主党翻了个底朝天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现在他们弄川普 对他的企业进行刑事调查 就是想阻止川普再从政 即使他们查不出什么东西 也先用媒体渲染 报道 抹黑川普 二 第一财经 5月20日报道 继工行 农行 中行 交行 四大行 深圳分行 均以上调房贷利率外 朝行 深圳分行 也跟进调整了房贷利率 最近上调房贷利率的城市 有广州 宁波 南昌 杭州 看来国内已开启了定向加息模式 澳洲25家的银行机构 也已经有22家 上调了房贷固定利率 三 路德发推说 华东战区有下属的南京军事科学研究院 周山蝙蝠病毒骨架 就是南京军事科学院王长军独家发现 并且独家拥有的 四 继亚利桑那审计2020大选选票之后 密西根 威斯康星 也已经跟进 今天 朝日亚法官也终于下令 重新扫描 FOTOGEN 14万5000邮寄选票 FOTOGEN 就是亚特兰大所在地 民主党的老窝作弊重镇 拜登在这一个郡就拿了38万张选票 占72% 比川普多了24万张选票 而拜登在整个朝日亚州也才比川普多赢了1万百票 5 来自医生Richard Earthen的最新采访视频 腔氯奎可以阻止病毒的进入 并且可以使得病毒的生长非常缓慢 不能真正产生毒性很强的颗粒 长期服用腔氯奎等于打了疫苗 它对所有的冠状病毒流感都有效 因为若使用腔氯奎会摧毁整个疫苗市场 甚至流感医药市场 这就是腔氯奎为什么被打压的原因 6.周小川澄清数字人民币误解 不是想取代第三方支付 也不是要取代美元主导地位 周小川不澄清还好 一澄清就实锤了 有种越描越黑的感觉 说我们不想取代美元 真的是这样吗 7.德州议会2021年5月6日 举办听证会关于新冠疫苗 首先前所未有的高死亡率和严重不良反应 远超史上所有其他疫苗 其次实验动物中断 因为实验的动物全死了 最后没有对儿童进行实验 但现在却在给儿童打疫苗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